来看这道题目 题目问对于顺序存储的线性表 它的算法时间复杂度OE的运算应该是什么运算 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顺序存储的线性表 也就是规模为N的一个数组 它里面一共还有N个元素 它里面还有N个元素 那我们看对它进行操作 如果是A卷项的话 将N个元素从小到大排序 那如果把它们进行排序的话 从小到大排序 当然我这里给出的1到N 它是直接排好的 如果没有排好的话 那对它排序 显然复杂度是不止OE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利用到排序而言 它最快的也就是ON 并且这个ON的时间复杂度 它是有条件的 它的条件就是这些元素在初始状态下 是基本有趣 初始状态基本有趣就可以 那我们利用插入排序 或者说直接插入排序 插入排序在这个初始元素 是基本有趣的情况下 效率非常高 可以达到ON的时间复杂度 那这也是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最减的情况了 就是元素初始有趣 然后我们利用直接插入排序 可以达到ON 然而在初始情况下元素随机排列的 那一般我们用的快排或者插排的话 快排或者龟并的话 这里是快排或者是龟并 这两个的话是N LogN的 它们是效率比较高的 还有包括这个对排序 对排序也是 而这个ON方呢 就是我们利用的一些低级排序 这些低级排序包括 包括有Malpro 然后选择 还有这个初始随机的这种插入排序 常见的有这三种 所以我们说一旦用到排序了 那它的时间复杂度最低是ON 通常而言都是N LogN或者是N方的 所以A显然是错误 这个排序不止OE 那B选项 B选项说要删除第二个元素 那在一个数组中 这是一个数组 它如果要删除第二个元素 比如说删除它的话 那我自然后面的这些元素 也都要随它一起向左 移动一个位置 因此它的时间复杂度也显然不是OE 它的复杂度应该是ON的 因为我如果删除最后一个元素的话 这是OE 但删除第一个的话 它就是ON 平均而言应该是二分之N 二分之N也就是ON了 二分之N也就是ON的复杂度 那同理 D选项在第二个元素后 插入一个新的元素 这跟删除第二个元素 这个好像这个操作上是相反的一种感觉 所以D选项它的复杂度也会达到ON的 也会达到ON 那个删除或者在数组中删除或者插入元素 复杂度都是ON的 那所以BD也都错误了 因此只剩下C选项 C选项改变第二个元素的值 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下标 它直接索引到第二个元素 然后比如说这个数字叫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AI 来直接访问到第二个元素的值 所以它的复杂度就是OE 因此这条题最后就选择C选项 在顺序存储结构中改变第二个元素的值 这是OE的复杂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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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